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随内地股市最新的走势 上证指数升幅收窄 现在升大概百分之0.8 升了33点 报3,990点 落到4,000点以下 深正成指升幅大概百分之1.7 升了221点 13,225点 沪深300指数升不够百分之1 升近百分之0.5 创业板指数升幅收窄 现在升百分之2.3 2847点 港股方面现在要倒跌 倒跌3点 报25,411点 国企指数要跌 跌38点 报11,809点 这次嘉宾邬Stanley 直耀辉和我们讲一下焦点版块 Stanley 你好 Stanley 你好 Stanley 见到外围方面 NASDAQ又再创新高 市场上最主要是 对于来近星期二公布的 苹果业绩比较乐观 看看市场上的分析怎么说 有位分析员就说 如果不计苹果的话 科技股的业绩平均是会倒退百分之6 但计苹果之后 就有百分之0.2的升幅 即是见到它的贡献多么大 其实都问回Stanley 你觉得苹果今次的业绩 会不会好看呢 应该是不差的 因为至少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要用苹果的 这个只是开玩笑而已 但是你看回苹果公司 基本上iPhone的销售情况 都依然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方面 因为如果你看回上次 在中国销售的情况 其实是不差的 都可以说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我都预期 这次业绩的表现 应该就不会说 当然了 你说会不会很亮丽呢 我觉得因为经历过之前 一个比较快的增速之后 今次来计算 可能就没有说 增长还可以说是很厉害 但是你说要有个可能 双位数字 可能一两成的增长的话 应该都不难的 所以从初步看 我对于它的业绩看法 都是乐观的 都见到 今个星期美股方面 很多是重磅的 蓝筹的科技股公布业绩 星期二有苹果、微软、瓦股 还有Advisor 星期三有运通、高通 星期四有Amazon、AT&T、Comcast、3M、Visa 其实很多都是科技股公布业绩 现在Lasdeck的走势应该都挺波动 但是大家既然都看好苹果的业绩 所以相信都会对香港一些科网股 是有些带动的 想问如果是的话 苹果的概念股 这个星期是否都有些炒作的味道 每一次基本上苹果出业绩 这一堆的板块 又有些炒作的憧憬 特别是瑞星、富子康这一堆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预计 假设苹果的业绩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意味着说 它们一些模组的需求量都会增加 所以理应对于它们的业绩 可能对于其他公司 例如刚刚提及到 富子康、瑞星这些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不过 其实近年来说 这些公司的业绩的表现 是否一定要跟着苹果的情况去行 都说不定 因为现在好像以瑞星为例 以往的时间 公司真的有很大的 业务的范畴 都是来自苹果的 但近年来说 你看到瑞星自己本身 经营的项目又多了 例如做一些天线类的产品 其次就是 因为近年内地方面 你见到 有很多自己品牌 都开始很积极地去打市场 包括华为、小米这些 所以你说现在很多公司 他们已经不再集中 在苹果身上 打得比较分散 不过气氛上 假设苹果电脑的业绩 真的比较好的话 对于这些苹果概念股 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在股价方面 但实际上 在业务上的发展 是否真的有很大的憧憬 一般 因为都是两体 你可以说 现在这些公司的商机 是大了很多 因为除了苹果之外 譬如说 乐地方面 有华为、中兴、小米这些 他们的出货量都是高的 变相之下 他们这些做无处公司 在某程度上 商机是大了很多 但同一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苹果电脑的价格 价格很高 但其他公司 基本上打入市场 他们那些机 那个价格方面 都订得不太高 所以变相之下 都真的 可能会有个情况 就是可能会压价 就是可能那些 module或些parts 可能说 譬如是1元的 可能会压到8毫 6毫子 所以变相 真的可以博你多销 所以对于 这些公司的帮助 其实 如果假设苹果的业势是好的 可能股价上是有帮助 但实质性的帮助 我觉得现在就不太大 除了看苹果相关的股份 其实刚才都说了 NASDAQ方面 都有很多的 即是写了新高 还有很多的科技股 来公布业绩 另外就是内地方面 都有些消息 是会利好一些科网股 就是内地明确了 互联网支付 是由人行监盘 而网络借贷 就是由中银监监盘 表面上看到有管理者 在里面好像不是那么好 但其实 这个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即是这件事 已经不再是指纹楼梯响了 已经确实是由谁去监管 即已经可以上马 都会对于互联网金融 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会不会都会对 未来科技股 是有一些利好的作用 两个范畴 刚刚那部分 就说了一些硬件 方面的发展 你现在问的是软件方面的情况 事实上 软件股在内地的发展 其实不是太过差的 如果以一些数字上的统计 因为中国的软件行业 在1至5月份的时间 整个行业 譬如说 你包括一些电信的设备 这一堆 那个销售的情况 是超过15000亿 如果你和上年同期相比的话 增长大概1成7 其实真的不差 还有 你说现在加强了一些规范 没错的 加强规范的话 变上很多东西正规化了 其实对于行业的发展 短期的时间 可能会有一些整合 或有一些整顿 但始终对于一些大型公司的帮助 会比较明显一些 因为大型公司本身 他们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很多时候 这些公司本身 都和很多的政府部门 有比较多的合作 所以变上之下 他们的前景的看法 我觉得都是比较乐观些 所以这个政策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有利益行业的发展 而且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有很多的措施政策 基本上都是扶持一些 本地的远景行业公司 所以我都认为 远景行业的这个办法 在将来的 即可见专业的发展 都依然会不差 都见到大家大行 都是唱好一些行业 尤其是龙头股 因为基金都说 行业越受监管 其实大企业往往都是越受益 看回腾讯 过往两个星期的表现 其实都跑赢了行指 行指过去两个星期 是跌了3% 但是腾讯只是跌了0.7% 所以都很硬正 会不会在这个监管之下 你觉得腾讯都可以看高一线 腾讯基本上 一直以来 你可以说是科网股的首选 因为始终公司的业务的范畴 也都比较多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其实你看回互联网金融那边 公司也有个比较好的发展 而且如果以回 我觉得腾讯 有一个最大的刺激的地方 就是说 它本身有一定的 叫做customer base 所以变相之 它有很多的产品 很多的范畴 推出去的时间 都会很快 很多人都会认知 这一件事 所以即使你回回手 方面也好 其他的发展也好 我都觉得腾讯的前景 可见的将来来说 都真的不差 所以特朗普看 虽然你说今天来说 都再升了上去 但正如之前提及到的了 150元以下的腾讯 我觉得都可以部主吸納 明白 看看腾讯的表现 现在是在报156.5 升幅大概是1.9% 接近1.2% 另外刚才提过的瑞星科技 现在是在做44.6% 是升幅大概2% 富治康集团是升1.3% 是在报4.52% 至于顺宇光学科技 就是在做18.92% 升幅有半成 好了 都和Stanley做新报 刚才我们说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的资产 请问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多谢Stanley你的分析 一会儿一会儿 后来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待会再和大家见面